台灣你好 3月中的某天群組內正瞭解 今年年初C舞OB陣容 鳥友人就丟出了個想法 瞬間又有個飛去日本的衝動 回鄉56年前也是因為這樣打比賽的情況下 帶著熱情第一次踏上沖繩 達成追日子春訓成就 目標就是嵌到橫塵怪物空板大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糾團成功 並且訂好機票和住宿 背起簡單的行李準備前往日本東京 其實這次賭注非常大 一切就要交給棒球之神是否眷顧了 你是行動電源還是充電器? 行動電源的充電器 你有電池的布器是紅綠 你要拿出來不然我會被狂 你是第一次出國喔 對 我還可以充電器 哈哈哈 因為只安排四天之內完成任務 所以搭乘紅眼扳機 才不會浪費一分一克 特地選了個左邊靠窗的位置 希望可以看到浮漢的富士山 沒想到護航的航線離富士山如此遙遠 里達東京囉 神田機場三旁下可以看到跟寶可夢合作的壁畫 又來了東京了 你扭了個什麼鳥東西 這個還蠻扭的 這是球棒 聲控的球棒 是有聲音的球棒 這是聲控 這也有聲音的球棒 我們這些東西要玩 這個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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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收到等了一陣子的360相機配件 這次剛好帶來測試看看 在上野車站將行李放到置物櫃之後 搭乘地鐵日比古線前往神谷町前進 目的地是麻布台之丘 在神谷町站下車 沿著車站5號出口方向走去 地下連通道會指引通往麻布台之丘 地下連通道裡面也有不少餐廳和店家哦 現在我所在的地方 就在Molly JP Tower的一樓 那等一下要上去樓上的咖啡館展望台 在這個地下一樓的路口處 會有一個警衛管制 除非你要告知他 你是要去哪一層樓消費 他才會放人進去 4月18號開始改成 一定要到他們的咖啡吧消費 才會讓你進來坐這個直達33樓的電梯 可以抵達展望台 可以很近距離看到東京鐵塔 從33樓的電梯上來34樓 就會有一個紅龍 然後人就會一順著這個紅龍 到結帳台這邊 要在這個地方先跟店員點餐 才可以享用你的觀景台 在34樓的咖啡吧 有最低消費一個人500日幣 那原則上呢 你就是點個麵包小餐點 加一杯咖啡 你就可以在34樓這邊 坐著慢慢享用你的咖啡 然後呢 餐點是不能帶下去33樓的 只有咖啡可以 接下來就進入試吃時間 他的咖啡 他的咖啡比較偏淡 然後帶有一點點酸澀感 店員推薦的這個餐點 它是人的 沒有想像中的酥脆 然後那些有一點紅醬 那種茄汁醬的感覺 像茄汁義大利的感覺 然後帶有一點乳酪的味道在裡面 上面有滿滿的黑胡椒粉 剩下這一個 它就是葡萄乾的麵包 然後外面吃起來有點像可頌 一層一層的層次感 然後裡面有葡萄乾 甜甜的還蠻好吃的 在34樓咖啡旁邊的落地窗玻璃 可以看到一整支完整的東京鐵塔 我相信晚上來這邊應該會更漂亮 整個東京鐵塔加上東京灣就在你的面前 當東京鐵塔亮起來的時候一定非常的美 下到33樓 它就是一個很飄高的空間 這邊可以 接近 120度 觀看東京的市區 在33樓觀景台 可以有更多角度俯瞰東京鐵塔 下午還有安排其他行程 要不然很想待到晚上看塔亮起來的樣子 4月18日開始收費之後 間接的讓一些想要免費上來展望台的旅客 就卻步了 相對的也比較少的觀光客會在這個上面出現 拍照起來也比之前好拍很多 這是在Mowley JP Tower的塔裡面 這邊是它的購物商城 這裡面有不少的餐廳 到了中午用餐時間 是大牌長龍喔 阿拉比卡咖啡的店 在馬布之丘這邊有開了兩家 一家在Mowley JP Tower的四樓 這邊有外帶也可以內用 另外一家則在神谷町站走過來的地下連通道內 發跡於京都的阿拉比卡 在東京只有這兩家店喔 沒有遇到排隊人潮就點一杯咖啡坐下來慢慢喝吧 這杯喝下去就會是我來東京幾個小時內的第三杯咖啡了 可以去選擇你喜歡的口味 挑選你自己喜歡口味的道理 可以回家慢慢的自己泡 現場也有很多周邊商品讓喜愛他們品牌的客人購買 從包包、杯子、雨傘、簡易磨豆機 一直到帆布鞋應有盡有 阿拉比卡四樓店面設有可遠眺東京街景的陽台座位區 人潮不多的時候可以選擇坐在戶外 體驗在都市叢林中悠閒喝咖啡的節奏 走回車站的路上看到TeamLab的展覽正在展出 接著馬步停蹄的搭乘地鐵來到涉谷 目標就是要來吃一家很厲害的漢堡牌專賣店 就位於涉谷Paco地下一樓 5月4日為全球星戰日 一樓還可以看到星戰的裝置藝術哦 搭乘手扶梯下到地下一樓就可以看到極衛屋 在Top Leg上面高達3.4顆星的高評分 還好我提早到 還對人潮沒有太誇張的多 發跡於福岡的時候是以燒肉店經營為主 後來開設了漢堡牌專賣店開始爆紅 漢堡牌是這家店的招牌 有分4種不同size可供選擇 喜愛吃肉排的也可以選擇一萬里牛排 牛排是每日數量限定哦 小朋友才做選擇 我兩種都要吃 可以選擇漢堡牌加上牛排的套餐選擇 熱門用餐時間基本上都是排隊一個小時起跳 有朋友排過一個半小時才吃到 還好我提早到達只等了25分鐘而已 店家標榜使用來自九州的一萬里黑毛和牛 肉質有的肥瘦均勻的脂肪以及軟嫩且多汁的口感 店員會先確認訂購的餐點大小 接著把漢堡牌拍打成形 透過來回的拍打將肉的筋性完整釋放出來 光看著店員處理牛肉的過程就相當療癒 稍微整形之後就會放在你面前的鐵板上頭 點了份160克的漢堡牌 就算是漢堡牌也看得出牛肉的油花有多美麗了 60克的一萬里牛排油花分布也是很漂亮 與漢堡牌在鐵板上煎得滋滋作響 在牛排上面撒上鹽跟胡椒做簡單的調味 接著就會將一面煎上色的漢堡牌放在你的盤子上 由於和牛不適合吃太手的口感 兩面煎上色後就會將牛排切塊 切好的牛排放置在你的盤子上 漢堡牌撒上蔥花後就可以準備享用囉 從牛排的中心看得出來肉質有多鮮紅 漢堡牌的厚度真的非常滿足 靠山組合還會有生菜沙拉、湯品以及白飯 和牛的油脂吃多了會膩 所以搭配生菜一起吃可以解膩 這裡的吃法很簡單 用鐵筷子將漢堡牌分成你想要的大小 自行在鐵板上煎到想要的熟度即可 看看這個筋性有多強 和牛肉質在鐵板上面煎到油都流出來了 快速兩面煎上色後就可以享用囉 煎過的肉質產生梅納反應會讓肉帶有焦香味 牛排我還是放上鐵板稍作加熱 自己比較偏好帶有焦香氣味的牛排 將牛排以及漢堡排夾入碗中 第一天的午餐就是如此圖實無華 肉質好的和牛加上適度的拍打讓肉產生筋性 這樣吃起來會讓口感更紮實 肉排不會一下就散開了 不得不稱讚日本的米飯吃起來真的很好吃 採用佐賀現產特A的米 咀嚼後會釋放出甜味以及米的香氣 泡餐餐後還會附上一份牛奶冰淇淋 看似普通的牛奶冰淇淋吃起來特別綿密且黏牙 真的出乎我意料的好吃 吃完結帳才3000多日幣 日幣跌了能不把我吃一頓嗎 離開前排隊人潮已經慢慢湧現 走回澀谷車站經過著名的澀谷十字路口 今天是周五的中午相對人潮還沒有很恐怖 吉味屋漢堡牌專賣店我真的強烈建議一定要吃 那個肉質的鮮甜以及油脂的香氣穩坐我心中第一名 東京除了澀谷店之外在東京車站有另外一家分店喔 還有什麼推薦的日本漢堡牌也可以留言推薦給我 我們現在去哪裏 有沒有發現自己在家 有沒有發現自己在家 我的帽子也知道我們要去哪裏 要去修輪胎 修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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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漢堡牌跟朋友會合後 從上野搭地鐵來到橫濱站 轉搭前往關內站 晚上要去看橫濱DNA的比賽 如果不知道哪個出口跟著穿球衣的球迷走就對啦 在關內站下車距離橫濱球場是最近的車站 今天晚上是橫濱DNA對上東京獨賣巨人隊 賽後場內會有演唱會 車站與球隊的視覺連結做的還滿到位的 站門口可以看到兩頂橫濱的大帽子掛在上面 配合組長球隊個別穿上18以及19號的球衣 出站後就會看到橫濱球場在馬路對面 跟著人群往球場方向走去就沒錯了 週五晚上準備進場的球迷比想像中的多很多 出發前在台灣先線上買好門票 用手機QR Code掃過就可以進場了 今天進場發送的小禮物很特別 晚點你們就會知道要幹嘛的了 大家決定現在商品部採買相關周邊商品 去年來的時候不用什麼排隊 今天大概排了15分鐘才進入商品部 裡頭連結帳人潮都快排到入口處了呢 工作人員舉牌告知排隊隊伍在哪裡 今年橫濱新球衣的顏色真的不錯看 但球衣不在我這次購買目標內 看看後面幾天有沒有計劃去東京巨蛋再來買巨人的商品吧 在商品部內有看到一櫃專賣橫濱啦啦隊的應援毛巾 我原本以為日本球迷不會這麼迷啦啦隊耶 一走出商品就看到有球迷拿了一件剪影的球衣 請一位女生在球衣上簽名 好奇查了查球衣上面的名字才知道是前橫濱啦啦隊議員 有興趣的可以上他IG關注看看喔 這次買在內野三壘廁的位置 位置小到林斯康旁邊的日本球迷臉非常臭 基本上我們男生必須斜著坐才可以擠進去 緊密的程度林斯康說很像談戀愛的情侶那樣緊 連跟啤酒妹買啤酒都只能從後面交易 位置真的小到讓我們驚訝 來到橫濱球場就是要喝在地盡量的啤酒 乾杯 身旁坐了不少橫濱球迷 這場對上巨人的比賽涌盡了三萬三千多名球迷 如果愛喝啤酒的人千萬不能錯過球場自釀啤酒喔 當年跑去美國奧勒岡波特蘭與德國啤酒工廠見習 回國之後在實驗室重複調配並與180年老店合作 創造專屬於橫濱球場的味道 日本職棒在局與局之間會有很多跟球迷的互動遊戲 中場5局的時候中外也就有一個很大的普手人像 讓小球迷試著將球丟進咖啡色的圈圈內 第一次丟不進會讓小球迷再丟一次 娛樂效果十足的互動過程也讓球迷在換局之間不會太無聊 在日本看球啤酒妹也是觀賽重點之一 年初有在台北大巨蛋看巨人比賽的應該不會陌生這旋律 橫濱公式在起 現場橫濱迷也開始蘇醒起來 右手邊的橫濱迷在喝了5局多的啤酒後 也開始有人吶喊聲 男人的浪漫很簡單 有酒有棒球就沒有語言的問題 有酒有棒球 男人的浪漫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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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前日子的文化在第七局會施放氣球 疫情期間怕孔沒傳染而相繼禁止施放了 這場比賽看到施放氣球 彷彿回到了疫情前看球的感覺 5、4、3、2、1、GO! 場外不知道是什麼單位的活動 一直可以看到高空煙火的施放 一放就是將近20分鐘的煙火停不下來 球迷免費欣賞到精彩的煙火秀 阿居下橫濱滿壘輪到超級新人杜惠龍輝的打擊 這個打擊撞下了橫濱新人的超強紀錄 黑龍擲充 黑龍、黄黃金的出現 黑龍、黑龍、 Beng、éner對 第五浪、Red звуч 黑龍、 brew、調酷 黑龍、asters 從巨人後援投手高離瓊瓶手中擊出逆轉眼關砲 瞬間整個球場的橫斌瓶都嗨到了最高點 他就是超級新人杜惠龍輝 九局上橫斌換上聲援康平登板守住最後一局 出場的時候還會有噴火的效果 帥氣的搭乘牛棚車輛環環使進草內 坐在車上享受全場橫斌瓶的歡呼聲 當然前提是在領先的情況下會很爽吧 如果是敗戰處理的話應該就會很悶吧 拿下這場勝利後橫斌DNA全隊列隊在一壘側 球場關燈後球迷拿出進場發送的藍色螢光棒 全場一起大聲唱出橫斌DNA的對歌 在球場親身體驗真的會讓人起雞皮疙瘩 GUN ZASHI KKAQUE GUN ZASHI How yer GUN ZASHI Oh GUN ZASHI DNA DNA 由於現時後長內有安排演唱會 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充足人力及速度 球團正在準備頒發單場MVP的同時 另一邊已經在搭建的舞台以及演唱會樂區 效率之驚人真的很佩服 賽後Hero Interview登場的視覺效果也很強大 不斷的噴火讓現場目光會盯著台上的球員 進場發送的贈品單看很無入用 但全場一起點亮之後真的很美 隔了一年再次來到橫濱球場 也感受到球團的行銷跟氛圍不斷的進步 難怪吸引如此多球迷進場支持球隊 走回關內車站已經聚集了不少搭車回市區的球迷 搭乘紅眼扳機的三個人也即將耗盡店裡 趕緊回到飯店準備要來洗洗睡 第二天才是本次行程的重頭戲喔 敬請期待下一支影片喔 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